補充一下剛剛我們講的快艇 雖然那已經過去三天 這個人是在端午節假期來的 白天上岸 早上風光明媚 這幾天如果你有注意天氣 北部地區空氣品質非常好 透視度很高 臺灣的軍方或者海防 需要跟大家交代 就是天上飛的逆中的殲二十 你說你看不到 海上跑的小船 你也看不到 他就這樣子進來了 進來了之後 半個多小時 已經在碼頭邊上 跟碰到的這些民眾 已經在那邊嚷嚷半小時 然後因為扯不清 人家才通報 換句話說 從他上岸到通報到海巡 街道到現場 中間的 大概相差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知道從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 漁人碼頭 因為那邊 我們常常去 漁人碼頭 往北不到一公里 就是沙輪 沙輪海灘 沙輪海灘 是紅 紅色區域 就是解放軍登陸的紅色區域 北部的唯一的紅色區域 如果大規模的兩棲登陸 要 要進北部 就是在那裡 這個漁人碼頭 是兩年前的漢光 漢光演習 兩年前漢光 時兵演習 就在漁人碼頭 這個位置上面 演習的就是反登陸 你兩年前的演習 演了半天 今天人家就直接過來 他是真正的自由行的第一人 我說他是靠著一艘小艇落實了兩岸直航的第一人 兩岸直接從福州到臺北 沒有人這樣子走過 他是第一個 他也是真正落實 美國每次經過臺灣海峽 都說航行自由 他是真正航行自由的第一人 所以美國也沒話講 你憑他航行自由 他也一樣航行自由 可是這艘的小艇進來的位置 不對的 他的時間 你要知道他是 他是早上的時間 大庭廣眾之下 星期天早上三天連假上來 如果他半夜來 半夜來的時候 如果你淡水碼頭 你去過 晚上是沒殺人的 他上來之後 在那地方閒逛個半天 不會有人發現 如果沒有人發現 進到了漁人碼頭 那個位置 有沒有有沒有搭過淡水河上的 那個過去慢慢開的 那個那個小遊艇 藍色公路 藍色公路有一個航段 最熱門的航段 就是漁人碼頭到大稻程 漁人碼頭到大稻程 那個小小艇 嘟嘟嘟嘟嘟的小小船 一趟航程四十五分鐘 以他的速度 大概是那個 我們平常的那個 遊艇的速度的二到三倍 我告訴你 他十五分鐘左右 他大概就到大稻程 他可以在大稻程上岸了之後 在華西街 望華龍山市逛一逛 他甚至可以到你賴清德的家門口 到總統府前面去自拍 自拍完了之後再回去 你也看不到他 詭異的是我們的 我們的軍方對這件事情 用這種的這麼草率的 你想要逃避責任的方式 那個旁邊 漁人碼頭 在往北不到沙輪的 前面的那個位置 是海巡 海巡的後面 我們的兩棲的登陸車戰車 都在那個位置上面 那邊是有重裝備的 那邊是反登陸的重點 是反斬首行動都守在 那個位置在上面 他的對面 漁人碼頭的對面 大家站在那地方 一看你看到觀音山 整個北部地區的海口防禦的制高點 站在上面 上面是有雷達有導彈的 結果一點作用都沒有 這個是需要說明的 我跟你說他四十五分鐘 他他就已經了 已經可以到到大稻埕上岸了 可以到臺北市的市中心區 這次他是一個人來 我說今天上來的 如果如果說是四個人到六個人的一個特 特戰小組你你認為他上來 他的他能幹嘛 如果我一個人一艘小艇 你看不到 我四個人六個人晚上來 你看得到嗎 他是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你看到的俄物戰爭當中 許多的特戰小組 就是四個人一艘艇 就就過去了 我是亡命 我去了沒有打算回回來 但是我把我任務完成就好了 這件事情 我們竟然這麼的輕描淡寫 拜託今天是 今天是六月十二號 他六月九號是要上來 六月三十號之後 那個全區域都都管制 我們的我們的蛙人水兵 現在已經在在演練 那個地方全區管制 因為六月底漢光四十號 就要登場了 那是漢光四十號演習的重點區域 人家先來幫你採線 讓你不用演 石兵你試試看 你根本什麼都沒看到 在這種的情況下面 我們對這件事情 最後呢還還準備用這種 故弄玄虛的方式 這個人進來 我們覺得他別有所塗 請問你他塗什麼 他早上的時間 十點多的時候 在一個風光明媚 遊人如如之的三天廉假的 中間的那一天 在漁人碼頭上岸 你認為他塗你什麼 他是上來完全要 要測試給漁北城看 我就是呢 我就是所有的導航 非常的精準 我設好了北斗 我要到漁人碼頭 我都不用管 我就直接就到漁人碼頭了 他的他的導航 可以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他如果再倒到大稻城 他如果要逛寧夏夜市 把黃仁軍踩過了幾點踩一遍 我看你根本不知道啊 當他做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們軍方 你看到我們的海巡 仍然在用遮遮掩掩掩 海巡的船四千噸的新竹艦呢 到到夏威夷去 對啦 你十多年沒沒去過 去幹嘛 大家不知道嘛 你五月五月二九號出發 你七月二號回來 七月二號就是環太軍演 結束的時候嘛 環太就六六月底啊 結束的時候 你就回來 反正你也不可能參加 他軍艦的軍演 你參加的就是二線的 這種的海上救難啊 救救援啊 海警之間的這種的協 協同啊 這種的相互的配合 演習完就回來 這有什麼好遮掩呢 你就講就好了嘛 新竹艦去參加了兩年一次的環太 的軍演 也不用把環太講得多偉大 我說環太二十九個國家 參加真正美國的盟友 連美國加起來十一個 真正在亞太地區的 連美國加五個 二十九個裡面 大部分都還是北京的朋友 我告訴我說的朋友是 真的是跟北京的好朋友 給你美國一個面子 參加環太軍演而已 臺灣在這種事情當中 不要老是騙老的老百姓 覺得好像今天大家兵強馬撞 覺得真的可以為臺灣拼一條命 我們固然剛剛的主持人 提到是大家都愛好和平 錯 和平是我們掛在嘴巴上面的 美國從來沒有說他愛好和平 美國曾經說他愛好和平嗎 美國是每年都在打仗的 解放軍是四十多年沒打過仗 誰愛好和平 不要把愛好和平 以為我們愛好和平 就以為大家都愛好和平 美國每一年都有人死在美國人的手上 美軍是非常喜歡戰爭的 當他是個戰爭機器的時候 他怎麼會愛好和平呢